看看新闻网 一个不缺名不缺力的年轻影星 为什么要做出如此下作悲剑的事 6月22号陆川父亲著名作家编剧陆天明 在个人微博毫不客气地向邓超开炮 目标直指邓超新作分手大师 不光如此 对于邓超导演的作品 陆天明更是不屑用电影两个字来评价 那么不东西 只要是正常人就会感到恶心 先不说看过影片的这些圈内人 都是些什么意见 我们圈外的观众 光是看该电影预告片就可以知道 这部片子绝对是部重口味的搞笑片 表演夸张 登坊 一向以型男份试人的邓超 在自己的电影中用力十分凶猛 不光自导自演 他还突破性地自唱主题曲 自跳广场舞 连电影周边的演生品他都亲自上阵 也难怪老婆孙丽有点心疼了 想对邓先生说 反正电影已经拍完了 好不好就那样了 不要有太大压力 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 被前辈说得一无是处 这邓超的心此时正在低血吧 老一辈的艺术家看不惯年轻人的作品 有不同意见 私下沟通便是 这公然的放在网络上 让邓超请何以堪呢 游戏内地还是看观众的口碑吧 别做了 再犯了 stocks 復带